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的那是口吐莲花 弯都都成值得了 就好像他亲眼见过一样 杰克不想见这种忽悠人的鬼东西 但肉侍却感觉草野不像是在骗人 说的东西好像都很有余句的样子 直到讨厌到他没见到真正的美人鱼 两人才知道什么叫做holy shit 这条美人鱼 猫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杰克从第一次看到开始 就已经身上的迷上了他 于是半夜交出两个同伴溜到古堡 掳走了美人鱼 还带着肉侍连夜坐船前往另一个地方 肉侍在船上再次看到那条美人鱼 同样也被他深深的吸引 杰克在船上认送美人鱼的事情 很快就被船长知道 船长认为这东西是一个宅心 谁碰谁倒霉 无奈之下 杰克只好用万能的金钱搞定船长 肉侍在船上意外发现了一本日记 里面就录着一关美人鱼吃人的事情 而杰克也早景看过这本日记 堆里面的内容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肉侍正一放走美人鱼 确准了杰克的拒绝 这容易好像一种控制人心的魔力 肉侍被打搞了经常是一惊一扎 痛病快乐者 某天突然脑子一热 偷偷放走了人鱼 这家伙可能是太久没有吃过生人的肉财 直接扑倒一个脑汇 原汁人为了啃了起来 只是五分宝都喊不到 就被杰克一直麻醉强放倒 没了就肉侍开始呕吐不停 很明显这是怀孕之后的临床症状 但若是本身就有不怨的疾病 坐下来他是当场郊区欲斗 月圆之夜 人鱼长出了人类的双腿 而且是维密超模一般的大长腿 再配上天使脸孔和魔鬼身材 简直就是人鱼卷的国际标准第一人 杰克带着一帮家伙杀了过来 船长几个家伙对着人鱼 又是园语调戏 又是闲诸所乱模的 完全当成是玩乐的对象和工具 随之几分钟之后 船长突然掏枪自杀了 轮船遇上暴风雨 来到了一个地图上不存在的小岛 人鱼也终于露出了出路的整面目 完全预备成一个真种奇特的怪物 船上的家伙 也一个个成了他的美味小爷 杰克带着剩余的几个家伙 硬钢怪物 后来踩得知眼前的这个家伙 就是朝野之前所说的瘦血女王 这个瘦血女王是专门出来抛腿的 为早上的人鱼寻找饱餐的食物 而他们的食物就是人类 眼看船上的人一个个倒下 杰克快着一把烂手枪 正面肉搏怪物 结果当然是豆腐撞墙 扎都不胜 顺利去了上帝那里 而若使者弗达命大活了下来 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家伙 小家伙添成一双红色的大眼睛 看起来人鱼的眼睛一毛一样 毫无疑问 这个孩子就是人鱼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上1月2001年 颠覆了传统印象当中的美人鱼 而是打造成一个 嗜血吃热的恐怖怪物 故事剧群较为简单 海外道具做的也还算紧致 美人鱼的身材和颜值也是一大看点